在最近的一次见面会上,年轻演员吴磊经历了一次不容易的经历,被问及与知名女演员赵露丝的关系时,她的反应令人意外。 这个敏感的问题不仅让吴磊感到意外,也让观众对她的意外回答感到震惊。 在最近的一次中国活动中,吴磊和知名女演员赵露丝出席了与粉丝见面的活动。 不幸的是,一位敏锐的记者迅速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震惊的问题,不仅让两个人感到意外,也让观众感到震惊。 吴磊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并没有犹豫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 他带着自信的微笑迅速回答道,我们只是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合作一部新项目。 关于我们之间特殊关系的所有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 双引号。 吴磊的超然回答不仅显示了他的自信,还证明了他对待同事的专业和尊重。 面对他坦率和开放的态度,粉丝和观众不禁感到钦佩和尊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问题不仅带来了意外的时刻,还激起了公众对娱乐圈明星关系的关注和好奇。 但无论有什么样的猜测或传闻,吴磊和赵露丝都表明他们不会让任何留言影响他们之间专业的工作关系和彼此的尊重。 这也是令人欣慰的一点,在当今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留言和猜测可能会破坏一段关系的基础。 专业精神的焦点,吴磊和赵露丝证明了职场关系的力量。 在中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娱乐行业中,明星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 然而,在吴磊和赵露丝的案例中,他们展现了彼此间的专业精神和尊重,凸显了职场关系的力量。 尽管有关明星之间私人关系的传闻和猜测总是层出不穷,但吴磊和赵露丝证明了专业和尊重永远是首要的。 通过坦诚自信地回答记者敏感的问题,他们不仅澄清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友谊,还传达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熟和可靠。 在一个传闻和丑闻频频导致公众失去信任的行业里,吴磊和赵露丝成为了保持声誉和专业精神的榜样。 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娱乐行业的稳定和实力。 此外,他们营造了一种积极和谐的工作环境,从而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吴磊和赵露丝不仅是明星,也是娱乐圈中专业和尊重的典范。 总的来说,尽管受到敏感问题的困扰,但吴磊和赵露丝并未受到传言的影响,他们之间的职场关系依然保持专业和相互尊重。 他们真正展示了职场关系的力量和在中国竞争激烈的娱乐行业中尊重的重要性。 杨子《长相思2》为播鲜火,角色人设引发引争议,或未聚集买隐患。 《长相思2》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在播出前已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杨子,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其饰演的角色图山景更是成为了粉丝讨论的焦点。 在接受采访时,杨子对角色的描述很听妈妈的话,是和过日子似乎触动了一部分观众的敏感神经,尤其是邓卫的粉丝群体。 他们对此评价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的描述可能会影响剧集的深度和角色的多维性。 这种争议并非空学来风,它反映了当下观众对于角色塑造和剧情深度的期待。 在现代电视剧市场,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角色、设定和表面的剧情发展,他们渴望看到更加立体、有深度的角色,以及能够引发思考的故事。 《长相思2》的制作团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角色设定和剧情构建上下了不少功夫。 从角色设定上来说,《长相思2》延续了第一部的精致造型和服饰设计,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在动作戏和特效方面,剧组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力求在视觉效果上给观众带来震撼。 剧中的小妖与赤水风龙的《大婚》、《防风贝》的霸气抢亲场面,以及《枪悬一统天下》等重要剧情节点,都是精心设计的名场面,充满了戏剧张力和视觉冲击力。 尽管剧中其他四位男主角的人气也在飙升,但杨子无疑是《长相思2》最大的卖点。 他不仅有着极高的人气和认可度,而且在演技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杨子的加盟,为剧集增加了不少看点,也为剧集的商业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随着《长相思2》的热度不断攀升,其在播出后的成绩也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在网络播放量、话题讨论度,还是在收视率上《长相思2》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这不仅是对杨子和其他主演们演技的认可,也是对整个制作团队努力的肯定。 然而,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长相思2》虽然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色,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首先,角色人设引发的争议可能会影响剧集的整体口碑,尤其是如果观众对角色的认同感不足,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剧情的投入和感情的共鸣。 其次,随着剧情的发展,如果后续剧情无法满足观众的高期待,或者在某些细节处理上出现疏漏,都可能成为剧集成功路上的隐患。 对于杨子而言,他在《长相思2》中的表现不仅是对自己演技的一次挑战,也是对他个人品牌影响力的一次考验。 如何在保持角色原有魅力的同时,给予角色更多的深度和层次,是杨子和整个演员阵容需要面对的问题。 同时,如何处理好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平衡不同观众群体的期待,也是对杨子公众形象、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 《长相思2》是一部集合了高颜值演员阵容、精美服饰道具、精彩剧情和高投入特效的电视剧作品。 它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杨子等主演的个人魅力,更在于整个制作团队对品质的追求和对观众期待的把握。 只要能够在播出过程中不断优化和调整,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相信《长相思2》将会取得制霸全网的出色成绩,并为杨子和其他主演们带来更多的事业高峰。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2》尚未正式播出,却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部剧的角色人设备备受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观众对于剧中角色的塑造表示质疑,认为其中的某些设定可能存在问题,这可能会给整部剧集埋下潜在的隐患。 首先,杨子作为该剧的主演,自然成为了焦点。 他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人设备备受期待,因为杨子在过去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形象。 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观众对他的表演水准有着很高的期待。 其次,剧中角色的设定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一些观众对于剧中角色的塑造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的某些设定可能过于片面或不符合现实。 这些争议可能会影响到剧集的观感和口碑,甚至可能导致观众对整部剧集产生不满或抵触情绪。 另外,剧集的制作团队也面临着挑战。 他们需要认真对待观众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剧情和角色设定,以确保剧集的质量和观赏性。 否则,剧集可能会因为角色人设的问题而在播出后遭遇口碑危机,影响到整个剧组的声誉和未来的发展。 总的来说《长相思2》的《未播鲜火》,一方面显示了观众对于剧集的期待和关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剧中角色人设的一些问题。 剧组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做好后续的调整和改进工作,以确保剧集的顺利播出和良好口碑的获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